刺耳的刹车声紧接着撞击声 连接车国道撞上停在外线的自小客车 小车往前喷飞旋转360度才停下来 这是连接车的视角 拍下车祸发生经过 28号清晨6点多天色还没亮 执行外线的连接车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停住 急踩刹车停不下来 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 内线中线已经无法通行 车流从外线跟路间通过 救护车转入内线 看到车辆严重变形 救难人员正设罚把伤者救出来 被追撞的小车 车尾迷迷茂茂像被揉过的纸团 车上是28岁的理性驾驶和一名女乘客 两人都重伤意识不清 连接车车头毁损 撞击过程当中 零件碎片飞散波及另一辆自小客车 国道警察队表示 连接车为注意车前状况发生追撞 营业全连接车行驶外车车道 因为注意车前动态 撞击前方里南84连次 所驾驶自小客车 社团当中疑似连接车驾驶 PO上行车记录器发问 这样的情况如何反应 也寻求其他画面协助 有人说 如果为了闪车自己翻车 倒霉到自己 有人认为 那么长的距离拉近 没有警觉吗 如果是定点塞车 是不是直直撞上去 还有网友po出类似的影片 前方小车停在外线 大车刹车减速人停不下来 从路间成功闪了过去 至于被追撞的车 为何停在外线 是不是临时故障了 因为车上两个人重伤昏迷 还没制作笔录 上代了疫情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平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